为了鼓励着西乡的族人以及地方民众亲近数位资讯教育 着西乡数位中心利用开设数位学习课程举办多项的推广活动 把数位新知带到需要的部落社区学校以及中高龄照顾据点 来陪伴民众共同学习拓展智慧生活 而着西乡长田桂花更是在着西数位中心秘书 把数位生活带到部落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困难 而现今看到部落渐渐将数位带入生活 也非常鼓励族人要多加利用数位的便利性 为了鼓励着西乡的族人以及地方民众亲近数位资讯教育 着西乡数位中心利用开设数位学习课程举办多项的推广活动 把数位新知带到需要的部落社区学校以及中高龄照顾据点 就在着西数位中心静态传国展的当中 担任着西数位中心秘书的乡长田桂花表示 鼓励族人要把数位带入生活 数位真的是在我们偏乡里面是目前来讲是最好用 也是最方便的 那也是我们数位连结了这样的一些情感 谁说数位是冷的 看你怎么用它 其实它很温暖 很好用 随着数位科技发展 各式各样的数位映入也深入民众的生活 着西数位中心在部落角色就非常的重要了 向族人展示数位资讯教育的重要性 并且提供有关数位学习的信息 与一系列数位技能培训课程 鼓励民众参与数位生活 用一些在地天然环境里面的方式去拍摄一些有趣的作品 小朋友有带玩具有带很多东西去体验摄影的乐趣 可能是先让他们觉得有趣 未来会不会发展成专业是每个人不一样 但是至少会觉得摄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着西DOC致力推广数位资讯的教育 并且提供多样化的数位科技课程 像是数位平板生活应用 手机摄影剪辑课等等 让族人能够与数位社会零距离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